歡迎各位收聽收睇清新年代的節目 我是葉冠林 首先說到天氣情況 現在26度 相對濕度99% 雷暴警告生效 有效時間到今早8點半 今天的天氣預測都是有趙雨和幾陣的狂風雷暴 初時雨勢有時頗大 大家注意 可能今天也要帶雨傘 首先關注一些交通事務 先說港珠澳大橋 之前見過香港段的碩士專樣本 說他測試有一個涉嫌造假 大家也有印象 當時說到涉市的外判商是加科 他旗下有個小蠔灣的試驗所 除了港珠澳大橋的試驗外 亦有做其他政府公務工程項目的 石磚樣本測試 其實之前已經發現有210個樣本 涉嫌造假 後來政府土木工程拓潛署再檢查 看看再之前的石磚樣本是怎樣 公佈了13年至14年底 再早點的時候 港珠澳大橋找多116個樣本 結果是異常 剛才說過這間公司旗下的發言所 還有做其他項目 再找找找發現多55個項目 有130個結果以上 其中中環灣仔繞道是最多的 其實發現了甚麼呢 今早早仔細談談的 請來了兩位嘉賓 分別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的政府主席 分別有陳恆濱和郭家琦 兩位早安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不如先說說兩位怎樣看 現在越揭越多 我算不是單一 越來越多 這些樣本測試現場 郭家琦 好 很有趣 如果大家看 這個第一就是 現在雖然土木工程拓展處 他找了116個樣本 但是發生率是千分之二 他全部加上萬分之三 即是說他現在這個港珠澳大橋 是七倍左右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最難令公眾 可以幫到手去決定 究竟是否安全 就是那些出事的那些石屎 在那條橋邊那裡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第三就是現在路政處也好 或者土木工程拓展處 都上來解很多次說 他說你相信我們 我們現在打石屎槍 但是如果你問很多工程界的人士說 打石屎槍當然是初步要做的 目測 如果目測都合格 都有事 一定有事 接著打石屎槍 但是最終他們都要取心 即是石屎槍去拿盤 在這一點其實就很 令我們都挺擔心 因為幾次上來立法會 他們說來說去都是原本工程 在水下那些拿5% 這個是工程合約的便有社 除此以外 他就說如果打到石屎槍有東西 那些我們便做 沒有便不做 那個問題就是來了 有兩樣東西 他不知道在哪裡 最大的問題是 你連那條橋邊那個位置 而關鍵位他又沒有承諾要取心 而取那個石屎心的話 我自己都打聽過 我都不斷問工程師 因為當時的處長來 就說不行 如果你在那裡做 又會搞到鐵枝 那些橫樑會有事 我問了很多工程師 他說不會的 他說那個 你知道那條椅子很大 他那個石屎心幾寸 他說通常他拿 這個拿石屎心 都不是新的事物 其實他們是以往 起碼如果他看到有東西 一定拿 他說從來不會因為這樣 就會轉到那個 那個鋼筋那部分 所以這些東西加起來 我們有時覺得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想香港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起碼在工程上 但在這次事件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是不明不白的 因為那些最重要的位置 為什麼要騙呢 譬如為什麼要騙呢 又很奇怪 雖然廉署都給了一個 很清晰的新聞稿 沒有人會有什麼得益的 但是我們有時想一下 你做這個這麼大的改動 甚至頂包 你知道頂包其實很嚴重 頂包他找一塊假磚 找一塊鐵來做 這些是匪夷所思 但又似乎查不到 誰是有好處 還有有時說 他再深入一點 看那些石屎從哪裡來 他說有些是在香港製造的 但也有一部分 是國內用核營土船 可能大家都知道有兩間工程公司 港灣 都是用核營土船 和另外一個國企 我想這些東西加加賣賣 這次土木工程拓展處的解釋 只會令公眾更加擔心 而不會對很多東西適宜 希望看一看小豪灣檢測所 他在整個過程中找到什麼問題 他現在有原子數據 對他們交出來的報告中有一個差距 這個差距是什麼原因呢 過去土木工程拓展處都有說過一下 他說相信可能有些人在做測試的時候 在放那塊石屎磚內的那部機器的時候 下面沒有掃乾淨 之前留下的水 之前可能壓碎了的東西 又沒有人掃乾淨它 然後才放一塊磚下去 如果下面有些石屎在那裡 然後再放一塊磚下去 因為上面有塊東西要壓下去 可能一路壓到某個位置 下面底的那幾塊石屎就碎了 在那條線裡面突然間會跌了一跌 這個跌了一跌 可能會在整個數據上面反映出來 但是在一個報告裡面 可能有人將這些用人為的因素 將它修改了 就變成一個好像很線性的關係 這是其中一種的問題 所以它出來的結果就是 它有問題的 依然可能也是有問題 安全的 始終也是安全 到最後我們要看整份報告裡面 出現了一些測試的問題 因為它有一條橋 可能在不同位置的橋等裡面 它在同一個橋等 它都會拿不同的石屎磚去做測試 所以你不可以單單只看一個石屎磚 可能測試出來有問題 它還要可能這個橋等 拿20塊石屎磚去壓 可能有19塊都沒有問題 只剩一塊有問題 一塊石屎磚有問題 可否反映出這條橋有問題 它們認為應該是用一個統計學的數字 將這些個別出現的問題的石屎磚 拿出來作為一個統計分析 去推斷這條橋等究竟有沒有問題 事實上石屎磚在製造的過程中 工人在下石屎的時候 將石屎磚倒進帽子裡 然後沒有經任何聲波震動 沒有將裡面的氣泡全部倒出來 有可能裡面有某些程度上 不是完全足夠的石屎磚在裏面 所以在壓的過程中 就會出現一些我們稱為假失敗 即是假的、不得的磚 所以在統計上才要拿這麼多磚 不過整件事裏面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大家對於加科這間公司去做這個測試 大家開始沒有信心 所以政府這次拿了全部的報告出來看 我覺得這也是進來的 而當中發現的數據 我覺得要繼續細心地去分析 看看有哪些位置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要打射手槍 射手槍是一個最簡單 有一個非入侵性的測試 若果真的有些問題 甚至在統計學上應該用科學的分析 再去抽芯出來 因為抽芯是一個入侵性的測試 這種入侵性的測試 可能會對某些位置造成 因為始終有個磚 在日子內會有影響 也不一定 所以不應該盲目地去抽芯 但如果有需要 應該用科學的方式去抽芯 似乎越來越多的樣本 拿出來說測試結果是異常的 聽眾怎麼看 打來談談 172311172311 今早請來了兩位嘉賓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 政府主席陳恒彬和郭家麒 我想聽聽 找個工程界代表我們一起聊一聊 了解一下究竟他怎麼看 電話旁邊請來的 有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欣在 早安 黃澤欣 早安 主持 早安 你好 另外還有郭家麒 請問你怎麼看 現在越揭越多 但處長出來說 他分析過那些55個工程項目 就說拿回原始數據來比較 他就說 本來合格的都是合格 本來不合格的都是不合格 錫斯強的數值都是跟回 好像沒什麼問題 其實你怎麼解讀這幾句說話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當然分析那些數據是他們做的 那我就從來沒有看過那些數據 亦都不是我做的 那我就 或者我可以盡我的資歷 在其他工程或者幾十年的經驗 那麽 就推測 那 那 因為錫斯 所謂合格與不合格 那本 那個 測試的程序 有好幾頁子的 就是 要幾多 很複雜 也不是說 一個 criteria 就可以說合格與不合格 那樣 很難解釋給那些雷人聽的 但是呢 大致上來說 那個大原則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有一些石子磚是使得不合格的 就不是表示那些 那個機構是不安全 或者是不合格 因為爲什麽呢 你使石子磚呢 就 都是賭帽啊 還有 是啊 都是人為的嘛 那人一定會有些疏忽的 譬如說他做帽可能做得不好啊 有些洞在裏面啊 或者 那些殺測試的時候 那個壓得不得平衡啊 有些 有些 有些碎沙在下面 總之你做得出來 可能有些不合格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我幾十個磚 有一顆磚不合格呢 那 只要其他那些是合格的話呢 都可以算是合格的 如果不是 那你有一顆 不如說那個工人 隔壁撞一下那個磚 結果 就有個 你看不到什麼事的時候 就說不合格 那你說要拆了一棟樓 或者拆了一條條 那就很可憐啊 是 所以其實你要是有個 就是有個 這些不是我做出來的 是幾十年的經驗 那些 像英國美國 那些專家 做出來的那個規範呢 就是容許你有一些這樣的專業 所以現在他拿出來的那個表呢 你就見到他很多工程 五十幾個工程 嗯 那有些呢 他說一塊磚不可以的 但是其他那幾十塊磚都不可以的 都是合格的 那他就 就是根據那個規範來講 或者檢查過那些 formula 那些 那他覺得是合格的 雖然有一塊是 是質疑 嗯 那我一句說呢 我覺得相當放心 因為首先你要了解 不如說他 他下了幾千立方米的碩士 OK 那試了 四百塊 五百塊 那其中有一塊 是不合格的 那其他那三百九九 是合格的 嗯 那一塊是質疑的 他不是說真的 不合格 他可能不質疑 我也不知道他質疑的意思是什麼 可能是遲了五天才去押他 那但是 其實都是合格的 那他質疑 又或者真的調包 那調包不是表示 被調了的 那是不合格的 不過是不見了 或者 所以結論反而令你放心 就是對於現在政府 給他測試其他項目那些 雖然有這些現象出現 但是你說整體來說都是 剛才你說相當放心 因為那個是那個比例的問題 就是譬如說 你看過他那個額項工程 很多時候他試了幾百塊 是有一塊 或者兩塊是不合格的 還有那兩塊呢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的內情 可能是不同的 是指落的 有一塊是一月落的 有一塊是三月落的 那個位置都相差了很遠的 嗯 可能是在堅拿道西 或者是在鵝頸橋那裡 可能是在匯選附近的 嗯 其實不是集中在一起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是必有問題的 嗯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根據規範都可以接通過 好 黃先生 有一件事請教你 因為現在是兩件事 一個就是加科的55個其他項目 一個就是 我想今天我們最集中 也要聚焦少少少 就是港珠澳大橋 因為港珠澳橋本身 如果你看一些數據 它的出事率 就比其他加科高了成 說的是七倍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頂包那部分 就不像剛才我所說的 我同意 黃先生說的 你的律取本可能有問題 但是這次在港珠澳 第一 它是一個很重大的工程 它涉及結構 而到現在其實都不知道 在橋邊一個位置 是有這個頂包 或者一些出了問題的地方 所以現在有些說法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做 嚴謹一些要取芯 我想和黃先生請教一下 因為我都問過很多工程師 他說如果取芯 是不會像政府這樣說 對橋的結構造成破壞 我想問一下這裡 取那幾吋的芯 會不會對那條橋造成破壞 再說一下 現在講到朱澳大橋的 原本以上的比率 是否高於其他 高於其他 我先回答那條簡單的問題 不如郭議員問我有沒有問題 我回答 阿福是兩個字 那三個字 沒有問題 千分之二和萬分之三 這個分別也不大 不是…他問我… 取芯 取芯 因為我為什麼要這樣問 黃先生 所以我現在回答郭議員 沒有影響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問 那次我坐在當時立法會的會議 處長一直都說取芯是有問題 有很大的擔心或影響結構 會落到一些鋼筋 因為我問過工程師 不會轉到鋼筋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證實 如果拿取芯 是不會… 像他這樣說 會去到鋼筋那部分 因為他們有很多方法 去避免鋼筋 你可不可以… 你做的方法 會用一個… 有一個儀器 儀器 我一時都記不起 用… 套出生靜桑 應該套出生靜桑 應該套出生靜桑 是用那些… 升納的 總之 你可以放了那個機 在牆身上 那你就去動它 移動它 看看去到哪個位置 是有一個空隙 是讓你可以轉到進去的 那當然 如果它真的設計到很密的 你之後是沒有的 那你當然是不會轉 如果你查到出來 是密到 沒辦法穿到那個鋼筋頭進去的 但是… 如果找到一個位置 是可以穿進去的 那你就轉進去 因為你那個覆蓋是不夠的 你轉進去 一定要轉過一些鋼筋層 才夠長去拿針 黃先生… 但你知道的意思是 你那個機器告訴你 是沒有位置轉 那你就不要轉 那也沒辦法 黃先生 當然是去取深的時候 當然是找一些位置 是不會影響橋的結構的 如果找到這個位置去取深 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是整條橋 那個橋等根本沒有一個位置 那你強行去取深就會有問題 可以這樣說嗎 會不會有一條橋 有一個位置拿不到深的 黃先生 這些信息的問題 我要… 如果我拿到一個設計的圖側 那你就看它那些鋼筋的空間 如果你鋼筋 下鋼筋的時候 有一個空間 有些可能是100mm 可能是100mm 可能是200mm 如果是200mm 如果是200mm 你就有位置 如果下了100mm 就可能很純粹 回到剛才郭家琪 你聽過是挺密的 郭家琪第一條問題 我也想問 值得跟回 今次看到那些樣本異常的比例 港珠澳大橋 如果用百分比是0.14% 如果其他公務公務是0.03% 我就不太同意 因為我覺得它是誤解了那個新維稿 其實我相信大致上來講 我自己試過大約是七百塊之中 有一塊是叫做質疑 知道有質疑 即是你試了七百塊 其中有一塊是有些質疑 它的可靠性 那究竟什麼質疑我都不清楚 因為你不要講 未必一定是調包 可能是遲了一時而已 那我不清楚 因為我也不知內情 那它為什麼國家 其實以為是0.03%呢 因為它就加了其他實驗室 做的那些上去 因為它講到大橋 其實全部由它做的 那你譬如說 那你譬如說 某學校 某學校 它可能給四分一做 其他四分三 就是其他實驗室去做事 那它就假設其他 那四分三就完全沒事 其實其他化驗室都會有問題 我想王先生說 那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這是很嚴重的事 你那個計數的方法 明白 你不了解它的計數的方法 我想最重要的王先生指出一點 其實我們希望政府 給予多些詳細的資料 至少工程界都可以知道 究竟它認為有問題的部分 究竟是實驗室的問題 是一些很簡單的事 即是很常見的錯誤 還是一些比較嚴重 因為其實我相信這個是重要的 只是簡單說 百分之0.03 是解決不了公眾 立法會或工程界的問題 王先生 我想請教一下你 現在就加科出現了這件事 也可以看到政府 其實是將這類的實驗室 是政府實驗室 政府化驗所 都外判給這類的 即是外判公司去經營 去處理 你覺得政府是否應該自己 政府發言所應該是自己做 不應該這樣外判法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如果做得到的話 就一定是理想的 但是我想當然是有一個困難 你知道這種工作 你會有很多工程 如果是有很多工作 你會有很多工程 你會有很多工程 要做三年 這三年之後 你就 這八十幾個人 你就要繼續讓他留在那裡 如果沒有工程的時候 你就把他們的工程都擺在那裡做 所以這個當然是有這個 所謂善用公帑的問題 我想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問我很理想的話 不要計算錢 我們納稅人不計價 多多錢都要給 當然你不需要考慮那一點 當然是請自己的伙計 可以可靠一點 你不要外判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想一下 究竟是否願意接受付出這個代價 要多少人左右 要驗這麼多樣本 要養多少人左右 他現在用了85人 所謂蝕了85人 向這單公司借用了85人 去管一個實員室 當然 剛才那個是否陳恆斌 陳議員就說 不如就自己做吧 當然自己做吧 我個人覺得一定是好過外判給人 時間差點 黃澤欣 明白 先談到這裏 多謝你 下次新聞 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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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國家日期 談到有關一些碩士測試結果 事關之前說的 朱澳大橋 發現一些測試樣本有異常 另外政府後來再找回 加科這間公司 外承判商旗下的小豪灣試驗所 其他一些試驗結果 發現另外有55項政府工程 有130個結果都有異常 大家怎樣看可以繼續打來談 17231 17231 剛才說了很多異常的情況 往後我們怎樣能防止 香港再出現這些情況 兩位怎樣看 我想最重要的是現在那條橋的問題 當然加科本身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處理 現在說一年是否足夠 我覺得是不足夠 除非加科是可以證明到 它在整個結構上的問題 否則它應該是停 甚至永久不讓它做 但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回到那條橋 那條橋本身是另外最大的關注 剛才我們談了幾件事 第一 出事的食肆 或者頂包的食肆 在哪一個位置 現在還未知 我想政府應該嚴謹一些 因為有兩件事 我自己不安心 事情出了不久 甚至在政府目測之後 都未做打食肆槍 就說那條橋沒有問題 然後說年底可以通車 我想如果任何一個正常人 如果你要做檢查之前 你也不會說我檢查會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 現在是否要年底通車 我相信市民問 一定要是那條橋 要安全才可以通車 郭家麒 剛才你所說的 我必須要說清楚給大家聽 因為那天開會的時候 處方說他們會全面做測試 然後確保安全才會通車 這個我相信公眾是很關注的 正如葉冠林剛才所說的 我們現在希望怎樣去懲處 作為一個警戒 其他的測試 其他的法案都應該要做 不怕你怎樣懲處 因為現在我們需要去 所以你懲處家科 我現在說回橋本身 我們一定要安全才可以通車 剛才黃先生也說了 我們應該做多一些嚴謹的測試 甚至是取心 取心一定會做 本身合約也有 不是 取心 現在要加回去做 剛才你一直都說 取心我現在要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政府在開會的時候 都只是承諾在水底那些 百分之五合約要寫 現在我們希望它就是 第一是要在一些關鍵位裡面去取心 這個剛才工程師的一些專業人士 都說了是不會影響結構 我相信政府不可以再用結構 不安全就取不到心 這個我們要回答 第二個更加重要就是 有一些方法 包括找一些獨立於政府的 一些顧問來看清楚 現在那條橋是安全的 因為我相信現在不是說 因為你在未通車之前 你可以做 如果你說的話 已經過了很久 政府已經為了一間獨立的顧問 去做測試 去做取心 去做測試 測試所有東西 現在說回來是甚麼意思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要信任他要做這件事 現在的問題就是 政府很多出來的數據 我們沒有辦法信任 我們一定要做到那條橋 你穩妥一點去走 你說那條橋 因為有些說甚麼急 而不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這些在這個月初已經說了 在我們會上 大家已經說過一次 也不需要在這個座場上 總之盲目 政府說甚麼我們就要同意 我們就是說現在希望 怎樣去懲處加科 我就認為 我們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其實現在就是 所有路政處的工程也好 其他部門的工程也好 它需要將石屎 那些石屎磚 送給土木工程拓展處 他們旗下一些化驗所去做化驗 這種做法就是單一化驗所 去做一些石屎磚的測試 而我們看到石屎磚 在這次的測試中的確出現 一些這樣造假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制度要改變 這個制度如何改變呢 我就認為 譬如路政處 除了把石屎磚送給土木工程拓展處 的化驗所發驗之外 它其實應該去做一個交叉檢查 它應該是將某數量的石屎磚 送給另一間化驗所 同一時間做測試 兩間化驗所做出來的數據 兩者交叉對比 就不會那麼容易出事 這個在工程界有沒有這樣做 即是住了私人上去 去到目前為止 政府是沒有的 所有路政處的工程 那些石屎磚都送給 現在的家科 在小鴻灣的化驗所發驗 因為現在一共有五間 只有一間是政府自己經營 其他四間都是由外判出去的 政府化驗所外判出去給人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不是政府全部自己做 都好 都應該是增加人手去做監管 現在一個化驗所 只有一個職員去監管這麼多人 那怎麼能夠看得清楚呢 像小鴻灣那樣 這麼大的工程 這麼多的化驗 他只有兩個政府職員在看著 根本上是無法反映事實的 他現在說加上CCTV 去看著他們做化驗 我覺得這個都不實際 最實際就是不同部門做交叉檢查 這個才能夠確保質素 這個是所有工程都要這麼做 還是重要工程 我認為重要的一些主要工程 會有結構性 會有危險性的問題 出現就需要用這些方法 至於家科除了罰停他 無論是永久也好 一年也好 其實一年對他懲罰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需要一些實質性的懲罰 譬如說金錢上他需要賠償多少 甚至乎現在我們所有做的事 將來的數目應該要交給他 讓家科找回數目 否則我們納稅人要就著他所做出來的事 然後額外再做這麼多事 我們去找數目我覺得不公平 至於橋的安全程度 我覺得政府必須要做任何事 去令公眾釋除疑慮 包括是嘴心 包括是石屎槍等等的測試 這是必須要做的事 所以不需要說回頭 我想這樣 加科十我不捨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繼續說 但我不希望那個焦點去到家科那裡 因為現在我們家科很多 那55個工程 大家都知道已經行緊 已經做了 但前瞻性的 最重要的是 這個超過一千億的港珠澳大橋 我相信這一點 公眾是很大的擔心 現在政府去到這一點 第一 你聽到 整件事擠牙膏這樣玩 第二 最擔心一些最基本的數據 即是哪些位置有事 都無法只是適宜 既然不可以適宜的話 我們都是有一個很大的要求 這是共同的 當然不同議員有不同的要求 我們不需要爭論 不過我相信 和公眾是顯示 這條橋是絕對安全 這是重要的 但到今天 對不起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好 聽聽眾的怎麼看 17231接通聽眾 有張先生 張先生 早安 各位早安 各位早安 請講 大家都還記得 當年短妝事件 不是一樣是說樓是安全的 結果後果是怎樣呢 當年還會問責 王極明下台 現在對比現在這個問題 為什麼反而 各個處長啊 前處長啊 工程師學會的全會長啊 都出來就說 其實是最理想的情況之下 這條橋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等於沒有事發生 是不是有些荒謬呢 為什麼 工程師學會的人都會這樣說 我真的很奇怪 就是更加會令我們有疑心啊 這個不是說我們小人之心啊 哪個高買的人啊 不是說自己不記得給錢啊 你還信他 是不是啊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啊 這個個案 還有就是說 因為這個Jacobs他的問題 他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化驗所 要拿這個牌照的要求是很高的 現在他是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有這麼大規模的問題出了 引致到所有費用 工程的延誤 是不是他負責呢 如果不是他負責 就變了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去到立法會那裡說 追加撥款 填棚而已嘛 怎麼辦呢 好的 謝謝張先生 兩位簡單做個總結 然後又想說另一個話題 我很同意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就這樣 幾個處長出來說是沒有問題 我想到今天是解釋不到 也讓兒女不會拿走 我覺得不如實際就是 把所有數據都拿出來 包括取心那些 因為那些是工程界裡面 剛才黃澤敦都說得很清楚 他們都會信納的一些證據 如果這件事出了 我們不要忘記還有很多工程 還有高鐵 還有很多數二百億千億的工程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作為納稅人 已經被迫給了一千億 如果你還要我們忍受 一條不安全的橋 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 好的 陳文斌 安全是必要的 絕對需要 政府要做任何事 確保安全 以及令公衆 釋除疑慮 另外一方面 就是這次是政府的人員 他自己去爆出來 自己去公佈 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可取的 就不可以有任何隱瞞 讓我們覺得有擠牙膏的情況 到今天 他又發現其他事情 他都出來開城報公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值得鼓勵 但至於有沒有人需要負責 我覺得在城建調查 包括廉署調查之後 應該去處理 請了兩位嘉賓 都是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陳恒彬和郭家琦 兩位上來 除了講碩士磚之外 也可以講另一個議題 因為運防局最近向立法會交了文件 希望申請9200多萬的撥款 做一個跨越2030年的鐵路 及主要幹道的策略性研究 為何要做到這麼遠期 因為西鐵線2031年之後 都會擠迫 要想想是否要建新鐵路 想想如何在新界西北 可以接到市民出來市區 其中的想法包括 是否要建第五條過海鐵路 有些方案可能提出來 有得考慮 例如在屯九鐵路方案 在屯門出去荃灣 經深井 以前很多人提過 接著又再放下 現在又說是否可以再想想 另外想一條路 是否可以在新界西北 經屯門去大嶼山 然後大嶼山再過去 日後人工島路 再回港島路 葉冠林這正正是問題 因為現在住在屯門 元朗 現在你知道洪水橋也要發展住20萬人 元朗南也要住人 所以做任何事情 剛才你說的新界大西北 出去市區 我們完全贊成 也應該越早起越好 它拖延了全團鐵路 政府是解釋不到的 不過最有趣的是 剛才葉冠林說的 就是那些路 全部經過大嶼山東部人工島 都可以賺下去 這是匪夷所思的 第一 這個所謂一路說 一分鐘是四五千億的 那些基建 其實香港人沒有充分諮詢 那裡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先不說是否真的要興建 裡面涉及的很多問題 例如造價的問題 很多事情 到現在都未搞清楚 政府就說現在不如先付錢 要做一個不存在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我們覺得 我自己很有保留 如果它這次 其實它就沒什麼理由 將所有東西拿在一起 如果你看過九千多萬 它將譬如新界現在東北的 大西北那些 那些那部分沒有爭議 先做了 但是如果要將這些 全部扔下去人工島來的 我覺得政府是借這個勢 是想將這個東部人工島 就是我們一個大的基建 有些人大白象 我很同意 先不要用大白象 但是四五千億的錢 為什麼沒有諮詢過 就要做這個交通評估 這是很古怪的 我是不能夠接受的 陳涵斌 首先政府這次在新界西北 提出這些方案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看到未來新界西 和新界西北 人口急速增加 增加差不多四十萬人 在那裡住 現在西鐵每天就是擠爆 要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 屯門 接著經深井 去到荃灣的鐵路 是需要興建的 今次它也是有個方案 就是再延伸 這條緣宣的屯傳線 這也是跟我們過去所提及的 是不謬而合的 我們都希望它可以再新延 包括可以新延去大圍 接通了所有現時 新界西鐵、新界東鐵 以及沙中線 令新界西的人 和新界東的人 有一個互相溝通 你打算怎樣走去大圍 其實在荃灣 然後去到東北葵 即葵涌東北葵那裡 然後過大圍 在那裡也可以再開一條沿線 就是向下走去到麗景 在麗景我們的建議 就是再接通青衣南、青衣西 然後出中部人工島 當然郭家麒過去整個泛民也好 他們是反對中部人工島 在政府這次的方案裏 另一條線就是由洪水橋、屯門 然後去東涌 然後經過中部人工島去港島 其實這個做法就是令新界西 有很多一條路可以去港島 人工島方面 他們泛民有他們的意見 大家尊重 但政府目前為止 他們都是希望拿錢去做研究 但他們就是 你未諮詢就做研究 他們都要做了研究 然後出來再諮詢 現在沒有方案諮詢什麼 現在拿這筆錢去做鐵路研究也好 中部人工島去拿錢去研究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做一個研究 一個理性的對話空間裏 去做多一點點事 看看數據出來可不可行 但現在泛民就是拉布 然後不讓他們拿錢去做研究 現在連研究都不讓 郭家傑 我想這裏就是講一下立法會的歷史 我從2004開始做 很多時候政府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先做研究 但他都頗艱賴 當我們付錢去做研究的時候 他說我們已經諮詢了你 你付錢我去做研究 當時你又付錢我做研究 現在我們研究出來說應該要做 為什麼你不付錢我做 這些不斷來的 令到在立法會裏的議員 都有點見過鬼怕 就是說見過政府這麼多次艱難 因為如果他是公道一些 以往不是用這些方法 去逼立法會承認一些決定 我相信我們今天未必會這樣做 但是這麼多次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覺得這個不可以再來 第二 我覺得已經住人的地方 你不是用所有的精力 現在元朗迫得這麼厲害 你便做了一條元朗洪水橋和元朗南 至於一個還未清清色色 香港人說要合幾千億去建的 東部人工島 你怎會做一個研究 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東蔥我們經常說要解決交通問題 他跟我們拿錢的時候知道怎麼拿 他說交通問題我們慢慢會解決 你付錢我先填海鮮 東蔥都需要多一條條路去港島 現在只是靠東蔥線 根本就不夠應付將來的 同意 所以為何我們說要拿錢填海的時候 你可以交個詳細的交通評估 他可以不做 現在就要拿錢去做研究才有交通評估 郭家綺 他說你不如這樣 你就說你蓋了一個人工島 給了錢 我們已經硬讓他拿錢去東蔥 但這件事不要再重複了 郭家綺我想問一問題 你覺得需要多一條過海鐵路 如果去到2030年的時候 我想過海鐵路有很多說法 是可以的 但不一定要在東部人工島 如果不走那些走線 因為現在它一直在更改 譬如大家知道在將來那條路 其實可以在新界經過西九龍那些地方 然後直接去港島的西部 新界怎樣去西九龍 我相信這樣 如果要為一個交通的評估 需要更加多的一些 不是我們現在在這裡隨口說 不過是建基於一個 大家沒有共同意願要做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一步是走錯了 我覺得為了達到他們反對 興建人工島的目的 連新界西北這麼多人口 沒有…你不要亂說 新界西北去建築 你現在會不會批准他 九千多萬去做個研究 我們不是說過 我們有同意他分開分拆去投票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分拆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如果反對了那條跨海鐵路 我不知道新界西的居民會怎樣看 但我很希望大家去理性對話 所有的鐵路以前 在初起的時候 肯定會有爭議 但起了之後 好像西鐵路以前 初起沒有人搭 然後就鬧大霸仗 到現在西鐵路都是迫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性對話 將一些研究 研究之後 大家再去看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做 你現在又要做交通評估 然後你又不批示給他 現在立法會這樣拉布法 你是搞不定的 好 給郭一琦回應 我想在立法會一毫子 洗在香港人身上 我們絕對沒有反對過 不過要做一些美經的 大哥他亂按超支 你又給他 超支當然要說他 要監管 看看清楚問題是怎樣 每次都含淚投票 但問題是現在正在說這個鐵路 新界西北現在快要逼爆 所以他要拿錢去做研究 為什麼你不起 我們要新界西北的鐵路 比政府還早說 好 郭一琦 如果九千多萬這樣上 你們會投反對誰 我們要他分拆 很清楚 跨海那條鐵路 你就不投了嗎 跨海那條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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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去港島 你不要說鐵路 香港人肯使四五千多鐵路 交以洲 不要搞這些事情 看看財委會 不能夠過 今早多謝兩位嘉賓 教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政府主席陳恒斌 還有各位其他 九點鐘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我們待會再談